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太明确的是 肿块是会消失还是会在体内出血呢 如果在体内破裂或者出血 会不会有其他地方感染的危险呢 对于这些乳房有小肿块 我们说的不管肿块也好 硬结肿块的处理方法都是一样 第一个不是先按推患处 这一点需先声明 我再讲你处理这些患处 一定是要先按推大开关 也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若无效再进一步按推患处痛点 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 也不能省掉大开关的 我们说小开关不可以独立的 它一定是大开关按推无效后 才能进一步再按推小开关 而小开关是补足大开关力有未断 这个关系一定要先搞清楚 所以处理硬结肿块也是一样 一定先按推大开关 那大开关按推完 它没有改善 我们进一步在患处周围 找压痛点 那就是患处痛点 找小开关来按推 按推这个过程中 一般还要温敷涂姜粉泥 在患处周围 这在重病处理都已经有讲过 但我还是这样来 从原始点的诊断与治疗来看 比如说你没有疾病 没有症状 那刚好摸一摸摸到乳房 乳房周围有小肿块 那没有症状表示你体力不错 那这个小肿块对你而言 只是一个轻重症而已 它不是什么大病 好那轻重症的处理方法 以按推为主 热言为辅 我们先把这个观念都厘清了 那既然是以按推为主 那我刚刚已经讲 按推哪里呢 大开关就是乳 乳房对到背后的 那就是上背部脊椎两侧 或是肩部原始点 甚至也可以肩胛骨内侧炎 找痛点 好这几个开关都按完了 那肿块 再进一步来看看 肿块没有消 我们进一步再从肿块周围 找出患处压痛点 好那这些患处压痛点 你按一按 找出来之后 然后再 温敷涂姜粉泥 这样就可以 那涂的过程中或按的过程中 有时候肿块会越来越肿 那越来越肿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破裂 游出血液或阻滋液 就是你说的 那如果体内呢 不管体内 体内它会流出来的 它破裂了会流出来 那你说感染的危险 这是西医的讲法 你只要让它畅通 感染什么呢 不会的 想太多 会感染 就是会产生其他的症状 那事实上有症状 一定是挺伤 所以那个感染 原始点从没有 讨论这个感染 所以我有一次 我记得我去西医演讲 就是有一些西医的医生 还有中医师的医生 就是一个医学单位请我去 早期的 然后我就放一些影片 包括我们处理就是 比如有伤口 我们用涂 早期有姜汤清洗 姜粉泥涂 这些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说这些 为什么没有用双氧水 没有用什么来消毒 他们都会 但看患者又能够这样恢复 所以他们也觉得蛮奇怪 那这些西医的很多 想不透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已经说过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 及热能不足 那你为什么会感染 同样像病毒 为什么会感染 你一定有体伤 你才会产生症状 你没有体伤 你即便有病毒在体内 也没有症状 所以你担心的应该是 会不会出现其他的症状 那我只能说 如果你把体伤 我们就是担心 你有其他症状 所以 为什么要叫你按推向背部 大开关先解决 让组织器官循环顺畅 那没有体伤你拿来的症状 所以为什么 按推大开关那么重要 就是保护整个局部的循环变好 那你才能在 局部的患处痛点上 才来处理 那这个都已经保护了 而我们这个就已经做到 防止你出现症状 我不用感染了 就是你说的 可能是不是会出现其他症状 那我认为应该 没有这个疑力了 好 那整个处理过程中 我也这样说清楚了 那你如果不够清楚 还可以参考我重病的 最近刚讲完的 硬结肿坏的处理 然后伤口如果有流出血液 一定要把它擦拭干净 否则结痂组织液 没办法流出来 那就会造成病情反复延倒 甚至留下疤痕 这些刚好上一堂 好像也有提到 你们书反正也快出来 将来再参考书重病处理 外热炎那一篇 我就回答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吴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明镜 Bon Appet